今天呢 节目还没开始 我就听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笑话 我要投诉 怎么搞 要不就找那种恩爱夫妻 让我看得很眼红 很嫉妒 我又还没讲那个笑话是什么 你干嘛这么紧张 要不就是找那种凶巴巴的人来 很怕耶 不要转移话题 我一定要说那个笑话 这一对人物呢 是我们五年级很熟悉的 你知道吗 到了六七年级 我们确实有代勾 也熟悉 但是已经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在搞什么了 结果今天天心来呢 就很紧张 抓着我说 大儒姐 蔡正南跟陈局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啊 为什么我露掉这条新闻了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一起来上节目 我们节目不是最近都来夫妻吗 对啊 对啊 什么时候在一起 我到底是有同恋爱呢 对 你说 以我对他们两个的了解 举姐的品位不是那样 男哥的品位也不是那样 陈局 独特的发型和撼动人心的主持魅力 成为他个人最大的注册商标 也是演艺圈争相模仿的人物之一 但是你知道陈局发型的由来 其实是陪吕副总统看的吗 别人严肃且带着兄弟位的蔡正南 常被误认为耍大牌 但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 这两个人到底是如何相知相识的 这对终意气的姐弟党 究竟有什么让人又悲又喜的故事 千万别错过今晚的桃色蛋白池 好 我们来介绍今天来的这个很大趴的角色 陈局姐姐 谢谢 大家好 男哥 男哥 你好 我知道你们两个没谈恋爱 可是不要避嫌做男人 对 男哥是我的兄弟 这个这样 他角度比较好多 对啊 突然觉得真的两个凶巴巴的参见 对我讲 因为其实感觉上说 两位就是 你们跟六年级已经有代沟了 对啊 因为男哥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怕他 他在演豆桑的时候 哦 因为有一幕戏 可能整个故事我已经不是 你大家可能已经有点模糊 但是有一场戏 我就觉得虽然我自己是演员 觉得演员的角色不是现实生活 但是那场戏我印象太深刻 就是豆桑在睡觉 他的小孩在下雨 对 帮你撑那个风 撑到手发抖 他不敢把豆桑叫醒来 因为那个 因为他怕把豆桑弄湿 对 所以然后 然后他醒来之后 那个醒来他要很酷 就一副就是 也没感激这小孩 觉得你应该的 所以我印象觉得说他好凶哦 好可怕的爸爸 嗯 可是那个应该是吴念珍的爸爸 而不是男哥啦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做演员 做演员 对 当你在演哪个人录的时候 你都要全部 豆腐而已的构限 对 不过你说豆桑凶也是没错的 现在他看起来很和蔼可亲 真的吗 那只是因为你看到的是现在的他呀 嗯 对不对 来菊姐 是 这个我们的豆桑 我们的男哥 嗯 以前是凶的对不对 男哥大部分都是在舞台上 嗯 或者是在几万人的群众场上 所以那时候看到他不觉得他是凶 是觉得说他感情是非常的投入 就是有咖 体贴的男主汉 对 啊 唱歌的时候是非常有感情 不过陈姐不好意思漏气啦 以前有来宾来过桃色蛋白质 说他曾经受过蓝狗的魔鬼训练 没有那么可怕的教头 那位就是我们的公车瓶 你要可力 对 你要可力说以前他跟你哦 嗯 学唱歌 对 一点唱片都没出道 可是受了很多可怕的训练 你会把他们一起带到山顶 叫他们跑几公里下山 然后你自己开车 嗯 哎呦 你好变态哦 没有没有不变态 你要有出发 要去山顶 啊 你五百公车 对哦 说话让我听 对 让我听有没有 啊你有就要认我声有没有 两个声后来说话 轻轻说话让我听有 所以你要训练那些 嗯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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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三挺 水平 啊不过男后 要说话让你听没那么简单 因为你有一个一个银行车没这么清楚 还会给你叫五百公车 你有看到吗 那准银行要好 哦 这样哦 啊不过我自从我残葬了 我要求学生我就不这样 哦 我说你讲什么 你说什么 所以大家都一会说我不要跟人家说话 不要跟人家说话 其实是五个月啦 哦 比如说我做唱片 啊唱片就好是不是要 两支垃圾嘛 看你就要听嘛 那两支垃圾是这样的 一般老闆在這裡都這樣聽 聽我的平衡有準嗎? 因為我這邊害怕 所以一定要這樣聽 一定這樣錯過 有一次唱會叫這個老闆 我就在聽 你開始聽聽聽聽 我告訴你 老闆你給我聽看這樣可以嗎? 我說好 我就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聽 老闆不知道 叫一說我不會找不到 他說很奇怪 叫你給我聽著歌而已 你落臉我過了 我說我在聽 聽什麼 做出語言比較難 聽我就要這樣聽一聽 聽有嗎? 說我這段就害怕了 他不了解 主持節目看來賓也這樣 怎麼說? 不,其實 喂,你 其實我如果在跟人家說的 如果在訪問 我大概都在一個意思而已 大概在一個意思 那這個問題 不見得我聽有 所以你現在是 不說真的聽有 有啦,我這樣說就聽有 喔 這樣就一定聽有 你看我鼓勵把他吹聲 都砸得這麼準 對,我磨唇 那男哥 那男哥 他真的停在動了 你看你漂亮女生在 玩遊戲大了 因為男哥跟我玩遊戲 是啊 已經覺得跟我以前的記憶不一樣 你現在覺得他很慈祥吧 對 你都是被盜場那個電影害 嚇到了 其實都是無念真害他的 他沒有那麼壞 他慈祥和蔼又可親 可是隔壁那個我也覺得兇兇的啊 很多人呢有點怕拒絕 對啊 其實呢我必須告訴各位 她已經是我們執政黨裡面 最和蔼可親的一個女性啦 真的嗎? 然後越常看他就 就 你再好罵到別人 真的嗎? 真的嗎? 謝謝 有嗎? 她是我們宜蘭人啊 對 宜蘭是我的鹽香 對 我的故鄉在故鄉 嗯 那應該會讓難狗覺得 那菊姐是不是也是個溫柔的女性呢? 對 我的意思齁 第一次我媽媽的事 她是在台中的演講 在演講的時候齁 我給她說話那種的 那種 生意齁 那種真誠 我感冒到 在母台中說政治話 這個算不錯 真真 慢慢對她 有一個非常好的印象 這十幾年前的事情 慢慢媽媽兩個 發言兩個 發言說 其實她是愛唱歌 她愛唱歌超過一切 跟我一樣 我也超愛唱歌 所以我們就開始 都錶歌 當時拍到 都要來唱唱 就去KTV那種地方唱 她可以唱歌比我那麼多 看過一本書 不知道是誰的回憶錄 她跟我說 大家讓他們關的監獄的時候 我一定要用國台語加渣 不然聽心小妹會聽不懂 我好努力喔 她們被關進監獄的時候 本來她覺得 人生是這樣完了 為什麼會關進這個冤獄呢 因為早期的政治獄 確實都是冤獄嘛 結果她一進去 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竟然被關進監獄 她還會唱歌 她就是誰呢 她就是那個時候 還代字歸宗 其實現在還是代字歸宗 那時候還是個少女的陳菊小姐 其實在坐牢的時候 這是李秀蓮的回憶錄是不是 李秀蓮的回憶錄 可能有提到這一段 不過就是說 那時候坐牢的時候 因為都是隔離監禁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誰在哪裡 不過當我唱歌的時候 他們也知道我在哪裡 你那年幾歲啊 嗯... 就是二十幾歲了 對 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都唱些什麼歌呢 其實唱什麼歌沒什麼重要 就是說你在唱歌的時候 你在唱歌的時候 你所有當時的濫遊 知道你在哪裡 其實那時候最常唱的就是 黃昏的高雄 聽說還有國路的願望 對... 你知道一個人 你可能莫名其妙被關進監獄裡 已經夠慘了吧 為什麼還會有心情唱歌 這是一種悲極生樂的表現嗎 我想不一定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 我會讓我的同志知道 我在哪裡 我在這裡 我還在 唱歌我還在 我還在 我還沒去紅牆 我...對... 我還在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好難想像哦 這個時代你們並不了解 你們在講電影吧 對... 我們在講台灣曾有的某一個時代 對... 所以你會出現一個景象 現在其中有一個唱歌的時候 其實他不能唱大聲 既然有人聽到後 全部會合唱 對... 謝謝誰合唱 叫中歌 叫中歌 我們不如現在來回憶這個 坐牢的歌 黃昏的故鄉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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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正地叫我 嘿 嘿 我是不是最不喜歡你們當歌唱歌 今天我們不是從菊姐當主唱嗎 南國唱歌不是 對啊 為什麼 南國跟我們唱歌一定一定要排在最後 沒有人敢唱啊 像他這樣唱我怎麼等一下要怎麼唱 你唱到你本來剛開始還好 後來就收起來了 因為那個 沒有人敢跟他變啊 其實你不是說菊姐在唱歌的時候 他唱就沒辦法唱 為什麼 開始爆料了 沒有 我跟你說 他只要讓他唱歌就沒有 他感情也會突入 他應該讓他對著 那種那種散發的魅力 你會不會說他在做什麼投入 就是唱歌 啊不 有哪一首歌是菊姐姐的人可以唱的 什麼歌什麼歌 有哪一首歌很好聽 打一首歌 他喔 其實那首歌是他小名 相當的一首歌 是 什麼歌 是 什麼歌 我知道 叫作歌 叫作歌路的願望 他很像我 小時候 這樣 掛一個包包 跟他來台北流浪 那個感覺 十八歲對不對 對 我是十八歲 十九歲來台北 所以那首歌對他很厲害 是 一邊來為宜蘭 因為我也是宜蘭人 是 從宜蘭坐車到台北 那時候大概要三個多小時 然後坐平快車要過好多好多的山洞 對不對 然後一邊那種 一邊火車過山洞的時候 你那個好像離開故鄉的感覺 就越來越濃烈 對 然後大都市裡面一個鄉下女孩 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對 我知道我要去學校 不過還是有那種流浪的感覺 嗯 像你來到台北 不知道要怎麼 因為 那個時候要從宜蘭到台北 是很困難 對 好像很遙遠 像很遠 不過 那種感覺 內心有一點淒涼 不過尤其是那個年紀 你感覺讓你特別感覺到 那種流浪的感覺 不錯 後來我聽說你在監獄也常唱這首歌 對 因為聽說到鼓勵的感覺 越來越濃烈了 我要聽聽看 好來 我們現在藍狗 我們不要給他那個 我們就讓他Solo 你幫他合音一下就好 對 兄弟就是這樣 好 對 到剪情後開槓起來 對 再一個動作吧 他說 請不停 請不停 不停 聽說不停 有壓力 請不停 請不停 我來月貴 北部的心理 雖然路人體有人敗 像來的事情 我想不來去當時 追著輪槓補儀子 丫头来安慰祝的 生来的愚蜜 请就问不逼的 悲欢啊只爱 能提供对面的脚